如果台中的建築 最近是很嘉義去買油脂園的土地 因為這個地點好 土地又看三款很單純 這三年 台中市區讓買去的油脂園 最沒到11間 台中南區的這間油營餐已經讓鐵片尾起來 建築分析沒有人使用 不過在南區的溫馨南路和建築南路口 這裡是各種藥多 四個月有他讓中心跟一位車站 團槌已經讓建築看嘉義 在要變成新建案的用地 又有中山大學 然後旁邊又都漸漸發展起來 有捷運 有鐵路 蓋房子的話 他們可能會以什麼三鐵共構一起 就是打那個名號 在西燈的這間老白油營 建物看起來的起步這麼久 也團槌帶到建築以2.7億 賣240平的土地跟建物 也就是用所有方式在建營 附近的臉上表現 這趕快刺激到九龍東山 沒有建築岸算在這裡撒心岸 不管是住家或是學校 或者是做一般的小生意 這邊都是很好的地段 住二住三的用地的話 建商它買來它當然是 蓋起來土地的效用最大 尤其是建商所定 各位台東市区的幼稚園 房東是說最近三年 只有有超過在一間九月 跟幼稚園的房地產有關係 現在因為孩子越生越少 也有幼稚園大部分地平比較寬 地段更好 以及人口比較多這個優勢 所以地很多人要買 幼稚園他是單一的一個 所有權人居多 或是單一的企業 所以他要談也比較好談 整合容易 他們的地幕的部分呢 通常都是可以蓋大額 也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開發強度比較大 房東表示 飛鞍老骨出體中間 可以針出用一個種類 三款地步比較淡純 這都是建商的考慮 不過因為買到建立成本 算起來會比較貴 房間當然會提過三四省 記者綜華報導